蓝里汪小飞 张蓝 聚俊叶成吉多日首公开回应 我们的爱只会更坚定 日前大S与前妇爱新罗教汪 因生活费官司 吵得沸沸扬扬 无缘婆婆张蓝更是连日开战兼带货海捞上亿 不仅消费S一家 更是开酸大S丈夫 南韩团体酷龙的前成员聚俊叶 甚至抖出豪宅 床垫等争议 造成两人浪漫的爱情故事 蒙了一层阴影 而沉寂多时的聚俊叶近日接受媒体访问 也首度松口 我们的爱只会更坚定 联合早报报道 聚俊叶今年12月底 跨年夜将以DJQ身份到新加坡工作 近日接受访问的他 有别于先前在韩纵 时尚杂志前侃侃而谈 而是简短一两句回应 但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他对大S满满的爱 当媒体问及 两人因为工作时常分隔两地 无法朝夕相处 会不会感到难受 聚俊叶坚定表示我们的爱只会更坚定 更俊勇而谈及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 聚俊叶说我们有爱 所以没有语言和文化差异问题 至于这次在新加坡跨年 大S是否会爱相随 聚俊叶则罕见拒绝回答 似乎爱妻心切 就怕回应又被人大做文章 事实上 大S与汪小飞2021年 因聚少离多宣布离婚后 聚俊叶得知大S离婚消息 便透过手机电话号码 主动联系了大S 索性相隔20年女方电话号码并没有换 两人才得以重新开始联络 聚俊叶曾提到当时的心境其实很焦虑 不过一听到她的声音 就好像回到20年前一样 接着两人也陆陆续续联续联络了几个月时间 直到今年3月才结尾夫妻 并简单地拍婚纱 让粉丝的纷纷为两人献上祝福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